這樣的地方會有非常多的發燈基礎 那所謂的核廢料儲存場呢 是你在那裡放的核廢料以後 你可能必須有數百年 數千年甚至數萬年的時間 需要忍受、輻射、污染在那個地方 這個跟核廢電廠比起來幾十年的時間 是更大的影響 特に高レベル的放射性化技術 所分場に関しては 地下に一万年以上を埋め続けるという話になっているので それを聞くと シリサイすればそれは危ない 分かるでない 最好の例子は高階核廢料儲存場 高階核廢料儲存場 高階核廢料儲存場 高階核廢料 想法 有点正常 低放射性的 カフェラ部長 高放射性 低放射性 低放射性 也都 分場的別人 是強烈流入場 大地上 厚いのいが 原発の周辺に 所要通ど 青森店保育市に すぐって 研埋這些低階核廢料 然後在六手村的在處理工廠裡面呢 也有那個低階核廢料的儲存的設施在那邊 所以那邊是空間是有夠的 所以就沒有必要再去找新的 那他覺得其實政府那邊應該也是很焦慮啦 因為他們也知道你繼續發展核電就是核廢料會越來越多 可是又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他應該也是處在一個焦慮狀態 現在的高階核廢料是怎麼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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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想說怎麼做的 我現在就想說怎麼做的 所以我現在就在六手村裡 我現在就在六個村裡 結果他還是全部都拿去六手村那裡 暫時放在這裡 對,就是暫時放在這裡 這個高階核廢料是 這個是高階核廢料是 這個窓下的窓在這裡 那高階核廢料有多危險啊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 它不是已經儲存了 它是在地底很深的地方 然後是現在持續的用那個冷氣給它吹 把它冷卻 要冷卻五十年的時間 它才可以變成我們可以接觸的問題 先說明一下 高階核廢物是 300度的熱量 它在說明一下 就是什麼叫高階核廢料 就是它會隨時散發 高達300度的溫度 中身を拆散 這裡全員會觸視 那如果假設這裡有一個高階核廢 它現在不小心掉在地上了 我們這裡全部人都要死 所以 它一直持續上發高溫 你是沒有辦法用水把它冷卻的 因為馬上就會被淹發掉 所以就是用冷氣 用風這樣一直下去吹 所以它一直持續上發高溫 你是沒有辦法用水把它冷卻的 因為馬上就會被淹發掉 這裡面呢 就是大概有150公分身 它就會把這些高階核廢放到這裡面去 然後 現在的計劃 現在的計劃 海的海底 和 南極に持って 放在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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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高溫會自己溶化 然後冰溶化 它就會自己往下掉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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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 這個是第二番案 然後第三個番案就是把它拿到氷上 丟去會太恐怖 所以 所以 大家也知道這樣做是很危險 所以 在最沒有辦法的情況下 他們現在是採取 既有的辦法在做處理 就是先把它埋在地底 大概300m的穴 那現在是把它 那個 儲存在地底300公尺的地方嗎 現在看到這邊 這個畫了一個很可愛的迷路 那這個就是它的儲存設施 下面200公尺深的地方 就是沿道介入 那現在是把它 北海道的研究中心 那你剛剛看到那個 150公分深的不鏽鋼銅 它在外面再把它包這一層 下去 然後把它固定在裡面 那 那 他們說呢 要用這一種 用不鏽鋼 把它包起來的鐵桶 放在地底下 一萬年喔 那 其實大家 必須要知道一件事情 不鏽鋼它被發明才剛剛五十年 誰也不知道一萬年以後 不鏽鋼 會變成什麼 雖然我們現在都覺得不鏽鋼很辛苦 所以說這個道理是很簡單的 只要稍微詳細的說明一下 不管是任何人都會拒絕這種東西 蓋在自己的家裡 鋼 啟動 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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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最后想要说的就是 其实我们在场的各位今天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以后呢 更必须要把这一些知识去就是 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更多 然后也把这一些资讯去 那个告诉我们周遭的人 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可怕的东西 例えば台東という准备上的计划 那最近就是我有听我这一次来台湾有听说 就是在台东那边好像想要盖 那就是像今天这些资讯啊 如果能够 那个传递给台东那边的人知道的话 相信不管是任何人 他们都会马上拒绝这种东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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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